今天的本土病例是14,083例 那今晚有304例 死亡個案是37位 那今天的 本土病例跟上週相比 是增加了2,394例 那也上升了這個下降了 抱歉 這今天的個案跟這個上週同期相比 下降了2,394例 也下降了這個14.5% 來一下 好 那大家好 那今天公佈的這個死亡病例當中是沒有 這個較年輕的個案 那重症的部分也沒有新增 兒童或青少年的個案 那這個週四會跟大家報告的這個機構的篩檢陽性 陽性率呢 這一週看起來就是說跟上週比是下降 而且已經是連續兩週下降 機構著名的部分呢 是從上一週的1.3%降到這一週公佈的1.1% 那工作人員則是從上一週公佈的0.7%降到0.6% 好 那這個趨勢看起來應該本週跟下週的這個陽性率結果 應該都會是低於1% 所以已經達到我們來做這個調整快篩頻率的一個標準 成就說 não 好 先謝謝